国家银行在今年第一场货币政策会议中决定按兵不动 将隔夜政策利率维持在3% 这也是国行自去年7月以来连续第四次将利率保持在3% 符合市场预期 文告指出以当前的隔夜政策利率水平而言 我国的货币政策依然可以继续扶持经济 也符合当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的评估结果 无论如何国行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持续保持警惕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及时评估我国的通膨率和经济增长前景 委员会将确保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的同时 也继续推动经济永续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队